我想和你在一起 各位仙洲報的讀者們 大家好 我是黃靖倫 來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的 一定要看仙洲報 黃靖倫來自新加坡 為了議員歌手夢想 來到台灣參加第三屆超級星光大道 歌聲優美高亢 令所有評審讚譽為星光Vitas 私底下極具特色的個人魅力 讓緊張嚴肅的比賽增添許多笑料 你最大的魅力跟人家語中不同 在哪裡 黃靖倫在哪裡 天然呆 應在2008年終於實現夢想 發行第一張個人專輯《倫語錄》 《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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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來到高雄 覺得還蠻熟悉的一個地方 很熱情 對 因為我老實說 來到台灣 我第一個來到了城市 就是在高雄 對 然後才到台北這樣子 那我覺得高雄其實跟新加坡 好像比較接近 所以有一種比較熟悉的感覺 而且那個氣溫啊 我也很喜歡 對 就是比較熱 但是沒有到很熱那種 有點涼涼的 就是來到高雄 一定要吃的就是那個 瑞峰夜市的萬國牛排 裡面的雞腿排 對 那我一定會去吃的 那還有就是在六合夜市的海產粥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可能也會跑到齊京去吃海產 這樣子 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就是 其實還蠻乾淨的一個地方 這樣子 那我覺得 在高雄跟其他台灣城市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是他們那個 在那個道路上的指示 非常的明顯 譬如說我到什麼地方 我一定就會知道我在哪裡 這樣子 而且每個都有路牌 很容易找 所以如果是 國外的旅客 來到這邊的話 也不用害怕會迷路這樣子 那其實從小的時候就有 可能受到爸媽的影響 喜歡唱歌 那後來在高中的時候 衍生到那個 衍生出一個想要當歌手的這個 夢想 這樣子 那其實在來參加星光大道之前呢 有參加很多一些 新加坡的一些學校的比賽 或是地區性的比賽 這樣子 然後結果 後來就想想 其實因為 跟學業比起來一定要有一個 一定要拿捏一個這樣子 然後也不能讓爸爸浪費那個學費嘛 於是我就好 我就豁出去 來參加那個 台灣的星光大道 因為 全球的華語樂壇呢 台灣呢 是一個一定要起步的地方 這樣子 但是因為 在演藝圈 我覺得除了唱歌以外 也可以去嘗試很多 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剛剛講到主持啦 外景主持啦 還有拍戲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覺得要當藝人 或是當歌手 都一定要經過的一個 一條路這樣子 所以我很開心 我有很多機會 去嘗試到這些 不同領域的東西 但是 我還是最愛唱的 未來嗎 其實我還沒挑戰過 就是當DJ 對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難一點點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還沒嘗試過 就是拍電影 那我歡迎來找我 就什麼滑稽的角色 也可以 或是有外國人的角色 也可以來找我這樣子 那其實 還有就是我在 今年的六七月 會首度嘗試音樂劇 對 就在4月18號呢 在台北的小河岸留言呢 有我的音樂會 叫做來看星星的你音樂會 對 想要聽我唱歌 朋友們趕快趕快 上台北去購票喔 因為當天應該會 會非常的 我覺得有充滿的surprise 會唱很多 你沒有聽過我唱過的歌曲 所以一定要來喔 我想和你在一起 卻在你未來 我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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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唱歌